蘇柿聽到坦叫聲 明然現場周邊監視器拍下 附近的住戶全都跑出來查看 左林右舍被嚇壞了 只是三人間到底有什麼情感糾葛 左林右舍相當低調 甚至對聆訊死者都還很陌生 有什麼人不知道? 我不知道 都不知道 前男友有什麼關係? 到底他們說是他的工人、志工 他們的感情問題、朋友的問題 他也不再跟我說什麼 根據了解陳姓嫌犯是66歲的配管工人 和55歲的馬姓前女友則是長照人員 兩人交往了三四年之後分手 馬姓女子才跟林姓的現任男子交往 交往不到一年的時間 三個人都是離婚後才交往的 而且各自都有子女 但都已經成年了 只是沒想到 前任跟現任兩人碰面 竟然釀成了一死一傷的悲劇 其中馬姓女子的背部 手指在抵抗的過程中被刀子劃傷 還好當時她反應快 即使躲回房內把門繁鎖 才逃過一劫 但現任男友、靈性男子 就沒這麼幸運 左大腿動脈被水果刀刺傷 失血過多 最後休克死亡 三名中年男女的情愛糾葛 誰也沒料想到 會是以這般如此凶殘的方式結束 TVBS新聞趙莉林詠璇高雄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